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争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空烟法生效以来 绝大部分室内公共场所禁烟 但娱乐场除外 至去年1月1日起 娱乐场纳入空烟范围 规定不超过一半的面积可涉西烟区 但不少博彩从业员就反映 这种措施加重了对西烟区员工的危害 社会出现娱乐场全面禁烟的护生 空烟是国际上的一个热门话题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全球目前约有13亿烟闻 在世界各地每8秒钟 就会有一个人死于和吸烟有关的疾病 吸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第二大的死因 澳门现时吸烟人数逐渐上升 加上近年来自高吸烟率地区的游客大增 而受烟的问题也越趋严重 在日前 立法会和政府代表 就预防及控制吸烟制度法案 提出辩论动议 讨论是否应该要立即收发 对博彩娱乐场实施全面禁烟 以保障博彩从业员的职业安全 探讨为娱乐场员工增设医疗保险 以及急烟区轮班机制 对于当局是否进行一刀切 全面禁烟就各有说辞 在事实上 澳门社会对室内公共场所推行禁烟的措施大方向 其实早已达成共识 而备受大家争议的焦点 无疑就是赌场是否应该要 或入室内全面禁烟范围里 令博彩从业员免受二手烟之害 逐渐改善娱乐场的环境 创造更好的公共空间 比于广大的市民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时事政论节目 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今天议员讲坛邀请到的嘉宾是 澳门立法会议员李静怡 欢迎李议员 以及澳门时事评论员苏文鑫老师 欢迎苏老师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有关赌场全面禁烟等相关问题 那么在今期的立法会上 因为李静怡也是提出了有关 是否立即修法对博彩娱乐场 实施全面禁烟的这样的一个辩论动议 那么我们在立法会议后 也是持续地关注这个问题 那么卫生局的娱乐场的空烟的最新计划 是中场全面禁烟并设立吸烟室 但贵宾厅仍可设不多于面积 北50%的这样的一个吸烟区 李议员你是怎么看待这个方案的呢 是不是这个方案你认为是 不可以很好地保证到 这个博彩从业园健康 所以提出了一个全面禁烟的这样的一个提案 其实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强调 一定要透过修法 实施全面禁烟 就好像现在所有的 这些室内场所一样 其实一个就是 无论我们引入了公约 因为我们整个控烟法的要求 其实它都是很着重于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二手烟是有害的 而且是说他人对我造成的伤害 所以这些行为一定要去限制 于是所有的室内的公众场所 和室内的工作空间 是全面禁烟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食店 我们所有的办公地点 其实它都是行全面禁烟 那为什么赌场可以例外呢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都没有去为赌场 尤其是从业园 长期在那里上班的从业园 他们的健康问题是着想过 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全面禁烟 至于政府现在推出来说 我不行修法 我给你一个方案 就是用一个这样的吸烟室 其实看回这个 它绝对不能够全面保障员工的 第一它只是行中场 全面禁烟 它包括现在它都没有说到 即使中场全面禁烟 它的吸烟室 是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秋风 完全是没有烟害飘出来 类似机场的这一只 就是它除了这个地点之外 其他地方都不可以吃 它没有说清楚 第二就是贵宾厅的员工 或者将来赌场可以 或订好多所谓贵宾区位 贵宾厅 它自己说的 这些贵宾厅里面的员工 他们受到的烟害影响 可能会更严重 或者制造这些人 它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保障 包括国菜从业园 包括在里面的服务人员 其实他们都是在继续受影响 我觉得如果一个方案 你只能够是说 可能有部分人 或者都可以免受的 但是更多是这些贵宾厅的员工 他们可能所受的烟害 更加集中的时候 我们没有理由去制造一些 这样的空间 让员工继续有烟害的环境之下工作 所以其实全面烟才是最切底的方法 或者你说我设置了一个吸烟室 设置了吸烟室之后 你应该是独立于其他的位置 而其他位置都不可以吃烟 其实我会觉得就是 总之从业园身处的工作空间 理论上都不应该有烟害 其实如果做到这个方向的话 我才觉得是有效的政策 那么对于全面经验的问题 苏老师怎么看 是不是同意李议员的看法呢 很多同意李议员求认刚刚所说的理据 但是我还要进一步 就是我可以这么说 我不贊成现在 也都觉得我们政府的政策 是这些好温汤水 意思就是说 上一次是说 我现在跟回这个程序 但是现在看回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有什么理由 有什么理据 有什么数据 不可以让我们在明天 我们应该改这条法例 完全是改禁烟法例 不要再用控烟这些字了 我禁就是禁 室内禁烟就是室内禁烟 那无论那个是赌场 食肆等等 因为刚才说了 食肆等我已经走光了 现在是欠一个赌场而已 为什么不可以 就这么把这条法例 去改这几个字呢 就是我们全面在 所有的室内禁烟 OK 所有的理由 其实大家社区讨论了很多 刚才你讲了很清楚 我不重复 但是我要问回的就是 政府究竟 他那个脑是在想什么呢 为什么他仍然用回 我要因权前进的 我们以前定了 现在就要跟回这样行 以前定了的东西 不能改的吗 第一 第二 当社会的变化 更加清楚看到 说回给你听 你以前定的 现在是做不到的 有很多家的赌场 告诉你 他的建筑物很旧 他不能加这些抽气等等 还要加成本很高 或者可能甚至乎 那个楼宇结构都应付不了 等等 就是说告诉你 是做不到的 做不到的时候 你现在监控要他做 就说你弄一间房子出来 但是很多都是 其实这些小一些赌场 其实主要都是贵品厅 这样的时候 那些全部都 你召转说了 你开放那些而已 在这样的状况里面 其实政府 那个立法在想什么 拿着这条法例 他怎么做 你是想为民的福祉 还是说 为好小小部分人 那小部分人里面 是否真的不成意不得呢 这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有没有数据 去证明 我们做了控烟之后 过往那两年 我们的生意减了 当然大家都知道不是 我们的税收 不声飞 根本和控烟的关系不大 在这种状况里面 我们还要担心经济 担心这件事 为什么要跟他们担心 不需要 为什么政府 一定不可以走 马上去改 还要拖拖拉拉 温汤水的政策 我想政府应该 向我们市民 重要特别的 赌场里面的员工 要解释得很清楚 因为他们的健康 不是我们政府那班官员的健康 好的 那么如果政府 他真的要设立 这个贵宾厅的吸烟室的话 就是说他的抽风系统 是不是真的可以完善到的呢 另外就是说 在这个贵宾厅的 这个吸烟室以外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可以保证 他真的是无烟的呢 李议员 其实我现在就是看到 政府肯定不是朝这个方向 至少他现在公开出来的 所谓吸烟室方案 他都没有将贵宾厅 这个范围立入先了 他都说贵宾厅 仍然可以切吸烟区 肯定他不是真的从一个 看到我们从业园的健康受影响 或者看到我们从业园 现在在一个很辛苦的工作环境之下工作 这样的角度去做 我很认同苏尔刚才所说的 现在政府很多时候 就搬出一大堆的数据 不是数据了 就是理由 就是说我们循序漸进 不可以一步到位 我们作为政府 我们要考虑的是经济发展 考虑什么的 一大堆的理由 他根本就完全是没有任何的证据和理据 去支持的 就是早日在辩论的时候 其实有官员都承认了 究竟烟害 控烟对于我们的经济 有多大的影响呢 他们是完全没有证据和数据的 那好了 你没有证据和没有数据 你偷偷用一些没有证据的东西的推论 你去恐吓我们说 禁了烟之后 然后我就会 整个赌场就没有税收了 我们澳门经济要充分问题 其实这个肯定就是不合理的先了 我们经常说科学施政 我们做官员的 你要说服我们接受这个问题 你都拿过理据出来 没有数据没有资料 但现实上就是二手烟害 是有多大的影响 我想一个读小学的小朋友 他都知道 吸烟是有危害健康的 这个我都觉得无需要去争拗 关键就是政府 你现在有没有从一个真正保障 从业业健康的角度去做这件事 如果有的话 我们是这个目标 就是思想很大声出来说的 我们无烟澳门是我们未来的目标 如果你是真心想做到这件事的 经济环境好 我们的税收充裕 我们经济在发展的时间 应该是一个更有条件去做这件事 因为我们整个经济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消化这些当中的问题 如果按照他们的担心 你去到经济差的时候 我怎么做呢 我更难做了 你经济好你都没有决心做了 其实他们全部东西 我觉得有点不讲道理 就是大家市民 不要说是我作为一个从业园的 伸手旗害先了 我们普通的市民看这件事 你政府麻烦你又说服我们 为什么一个明知对从业园 有健康影响的环境 你可以让它这样继续存在呢 而你又不想一些办法 或者没有决心做全面禁煙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 政府完全解释不到的 那么目前的赌场 也是划分了这个西烟区 以及非西烟区 那么在博彩从业园就反映了 那非西烟区油桶这个虚设 让他们饱受二手烟的这样的一个折磨 苏老师 首先移手烟的那个 那个真是周围都没有 在赌场里面 就算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现在还在做的 未行或是什么吸烟房的那些 所以任何一个朋友 进入赌场里面 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他可能是一个吸烟区 或者他走一个非吸烟区 我的经验就是 我走一个非吸烟区 所以其实是没有分别的 是完全没有分别的 为什么呢 抽气抽 没有可能抽得完 空气里面一定会传到过去 那么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现在的赌场的做法 一般都是 这个吸烟区 隔了一条路仔 它有限制的 但问题再是 你走到一条路仔 但你走不到烟怎么走的 这个是没得想的 一定有的 好了 你再做一个所谓吸烟房 假设 那个吸烟房里面 你要抽气出去 是不是好像赌场那样 赌场 I'm sorry 是像机场那样 机场那个赌场 因为一早已经是有一个设定 还有它够地方 我们要赌场 去找一个地方出来 做一个吸烟房 它少了几张桌位 它制不制 它当然不会不制 因为在法律规定 缩住个屋头 抽气也抽不到 因为房间非常小 如果小的时候 你的抽气又不是那么强的时候 有什么理由不走出来 贵宾厅可以吸烟 有一半 贵宾厅的烟不走出来 有一样是走出来的 你抽气又 我们刚才说到 有很多的建筑物 这些赌场告诉我 他根本是装不到这么强的 根本是应付不了的 那为什么政府要做一些东西 就是要拦住人家 要逼人家去做 而人家做得很辛苦 但是普遍市民不欣赏 我们的员工更加觉得你是根本不知所谓 为什么政府要做一个这么不好的人 我相信他真的要解释给我们 除了说恩寻前进 我们慢慢做 这些 刚才你说的那些 不是理由的理由 好的 相关议题我们稍后讨论 广告回来 我们一起听一听市民的心声 欢迎回来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 澳门有线电视互动新闻台 为您特别奉上的 实施政论节目议员讲坛 我是宋雪亭 也有许多市民 踊跃地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民意咨询平台上来 其实也有许多博彩从业员就想问 在中场的实施金烟 将会让他们忧心 就是贵宾厅的一些博彩从业员 就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之后西烟客将会集中在这个贵宾厅 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 他们不难想象 其实有现在这个状态 都有很多博彩卓业员跟我们讲 譬如现在我们有非吸烟区和吸烟区之分 其实首先就是两者之间的间隔 就是很近的 因为政府有一个法律的规定 就是四米的间距就可以了 就是可能我跟你走开一点 就已经是吸烟区和非吸烟区 烟就一定会飘来飘去的 所以其实非吸烟区的环境也是很差 可以想象按照政府现在提出的方案 就是贵宾厅里面的员工 贵宾房里面的员工 他肯定就是很厉害的烟害先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些烟区就会飘出去 附近区域的或者甚至乎整个墙的 其实员工都仍然会受到影响 这个是很肯定知道的一个问题 另外就是现在的做法是 譬如我非吸烟区的人 我可能想吸烟了 那我就走过去吸烟区那里 于是为什么说烟害更集中呢 就是你的客量是没有少到的时候 大家都集中在吸烟区吸烟 其实你那个同业员真的是 真的兜口多面喷了 我们有时候觉得 那就是在这里你将来怎么避免 就是我有些区域特别了出来 是可以吃烟的时候 那些客人就走进去吃 其实你是禁止不了的 你说有个吸烟房也好 我不会进去的 我就走就近 我有个贵宾厅我就走进去吃烟 其实政府是没有想过 这些实际操作上仍然出现 那么多迴避、鬼鼠 或者它的效果真的没有 为什么不走全面禁烟呢 始终都是问一句的 苏老师你有什么想法 其实一样的想法 就是基本上就是 不是好走得通的 因为现在我已经看到那个问题了 其实就是讲来讲去 烟就不会被你锁住不走的 除非你只能吸住它而已 那就是说 你去一间房间 但是抽不抽到气 现在贵宾厅 其实现在都一样了 OK 将来真的这样走的时候 贵宾厅的一半 那么有什么分别呢 跟现在的做法 你只不过在中场里变了它而已 中场里面你说整间房间 那我们不知道那间房间 会做成什么出来 第二 再回来整个问题里面 根本就没有去 真的去处理一个问题了 譬如 到现在 我们都没见到 政府有什么的行动 去罚过一间 说它做得不好 那么因为 可能政府接受了这些赌场的解释 是做不到的有些事情 如果假设这个是真的话 我们又继续做 好了 如果这个是假的话 就是不是政府 我们不理它 它一定要做到的 那为什么它又不罚它呢 那这两个 无论是真还是假 政府就是不作为而已 这种状况里面 是将我们的前线的员工 他们的健康 自主不顾 而是说呢 他们在玩着政策 而是说呢 宣示着我行政的主主道 我说应该这样行呢 你就要跟着我这样行 而其他的改变呢 是暂时不处理 这种做法不是我们市民所希望 我们政府想做的事 我们真是想它 听听市民去说 听听前线员工去怎么说 其实已经听了很多了 那就是说呢 他根本就是听不到 而他听不到 或者听到的原因 为什么做不到呢 似乎说出来呢 你们在议会里面的同事 都不接受 我们在社区的 就拗到头 头发掉了 都没理由 这些是理由来的 你觉得什么 那么在此次的立法会上 也有许多的议员 就是说到了这个 一支烟影响经济 有许多议员认为 就是我全面惊烟了 那么将会影响堵收 或者是影响经济的问题 李议员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首先 我不是很认同说 就是可能会用一个 金额去 去补偿 抵偿这件事 或者怎么样 因为二受烟害的确是 就是一个很绝对的影响 我相信这个也都不需要去再拗 因为国际上 世界卫生组织 都有很多报告 是证实了这些问题 而它的烟害 真的不能避免的 因为它会导致我们 很多真的严重疾病 比如大家一般理解的癌症 等等这些 很大程度都是烟害 一定会有影响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选择这个职业 不代表我就要牺牲我的健康 我吃烟好 我不吃烟好 我不代表就要一定身处烟害环境工作 那么我们从业园又没得选择 现在 唯一大家的希望就是 政府 你说的 要为我们居民的职业健康好 身体健康好 你要有政策支持 那你为什么不是立法去帮助我们 去争取一个这样的工作环境 其实现在大家的疑问在这里 所以我不会赞成就是说 有一些买份保险 出了市的时候赔钱 其实这些根本就没用 因为健康是买不回的 我始终都是强调这个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 这些做法 怎么说都好 你始终就是要面对现实 现在我们大家讲的是 烟害对我身体的威胁 不是我不够钱花 或者我出了病 没钱是医生 大家不是讲这个层次的问题 是讲的 你不应该有烟害环境 给我们在里面工作 其实我觉得 政府一定要下定决心 去帮崇业做一些事情 那么对于此 苏老师你怎么看 就是说有议员也是提议说 3000元给他们一些 就是津贴方面的提供这样的 给3000元买健康 这个如果政府做这件事 我要问这个是什么政府 我们都给6000元 每年 现在都给3000元 我这个今天是完全两回事 是不是说用钱去买了你回来 我们现在是奴隶社会时代 我买了你回来之后 我任我怎么用 我们已经完全离开了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的发展 我们完全不能够用这种概念 再去说我给钱你搞定 是我们政府正正就是用这种手法去做 任何事情有问题 用钱去解决它 总之给钱封住你把口就行了 这些做法 现在还要去到如果真行的话 用钱去卖了人家的整个生命 健康回来 总而不只是那个从业员 那个从业员养家的嘛 你是累到他的家人 他没有做事的时候 他的家里怎么吃 你3000元就买了它 我不能够在这里里面说 我会接受这种的想法 我反过来说的就是 实际就再告诉我们 是不是真的用不同的数据 给我们社会摊出来看 那个薄彩瑞修 因为我们控烟禁烟是减了多少 不同的外国的经验 有很多地方是完全禁烟 没有问题的 那些税收一样继续 有些地方是有些影响 我们看到 但是 哪个是多一些呢 哪个强一些呢 还要就是 我们不断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旅游的博彩的 这个定位的社会 我们怎样跟国际去挂钩等等 我们怎样说这些话出来 竟然还可以说 我们用3000元去给他一瓶碟 让他多喝一些罗汉果水 他就可以解一下烟 我看不到 为什么可以说这些话出来 除了我不接受之后 我觉得某点而 他们这个字很难听 有点凉薄 那么在立法会上 社会文化司司长张玉也是表示 空烟不能一刀切 不能一步到位 那么这样 徐徐渐进的这样的一个 空烟的方式 为的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 循序漸进 我们以前一直都在走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很多年前 其实都有控烟法的 一些特定场所不能吸烟 但是其实 关键就是 我们06年 我们引入了一个国际公囊 我们是必需要遵守的 已经控制的框架公囊 它很重要的两个目标 就是室内的公共场所 和室内的工作场所是不可以的 其实它说的就是说 你烟本身我们都要控制的 但是二手烟更加应该去禁止 我不应该要因为 其他人的食烟行为 对我健康有影响 其实这个很重要的目标 于是乎我们今次的控烟法 我们会做到 所有的室内空间都会禁止 比如食店 都有很多人会说的 禁了烟之后 没有人去吃东西 生意受影响 现实上走下来两三年的时间 我们看到是否真的 那些食店已经没有生意呢 是不是所有的居民都不再进去吃东西呢 也不是 我们随着我们经济发展 真是越来越旺的 反而做生意那些 其实它有时候有一些理据 我们现实上引用回 一些这样的例子 我们都看不到影响在哪里 政府也没有再解释 其实关键就是 如果你真的觉得 我们将来要走到无烟的这个方向 我们应该是在经济好的时候 大家经济兴旺的时候 我们去行这些措施 而不是说 如果真的有它那种担心 我们经济好的时候去做这件事 消化到的 但是你经济差的时候 你怎样去做呢 那好吧 于是乎 它的逻辑就是 经济好又禁不了 经济差又禁不了 那我们从业园的健康 他们真的有没有真心想过 我觉得政府从来没有从 从业园的健康的角度 去想过这个问题 这个才是它最不负责任的地方 苏老师你怎么看呢 其实是一样的想法 一样 其实大家都看到 在我们过往 什么的恩赐 纯赐 慢慢走 那就很清楚 我们那些茶餐 最初在讲这个时候 那些茶餐厅过来都吵 就说我还有生意 还有生意 我们现在不见到 只有继续多游客来 另外 我们本地的居民都是 照去 吃烟的又去 不吃烟的又去 吃烟的又去 真的引起 你聊了太久 就站出门口 有一些茶餐厅 在门口 远的地方 就在街上 做个拆 给他们吃 他们又解决了问题 当然这个不是很理想 但是一定在法例里面 是完全符合 就是室内压烟 里面的食客 又觉得没有问题 而在这里 吃烟的那班 他继续去到这些茶餐厅 所以 其实 用这个经济原因 单单用经济原因 想去说 我们都要慢慢做 我看不到实在 就算是用经济原因 即是说 现在就算慢慢做了 三年之后 我们完全禁止了 我们不用三年之后 如果这么说 那个理由继续存在 三年之后 你现在禁止了 用一间房间 全部扔车 去吃烟 就好了 解决了问题 三年之后 我们说 假设真的全面这样 那问题仍然存在 就是我正知道 不是 那个所谓 用经济原因 去将这个法律 慢慢走 这一件事 其实 不是 一个 可以 令人满意的 一个想法 而可能 还有一些其他 我们 我们没有资料去讨论 而政府也不愿意公开 这些资料给我们知道 可能 我这个是纯粹猜测 好的 今天多谢苏老师 以及多谢李宇元 也感谢您收看 这次的一言讲坛 我是宋绝亭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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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